澗rine 歡迎收看 因為呢 我們今天要來 最近因為那個新聞的 因為我們疫情的關係 都會戴口罩 所以常常都會聽到 要噴口罩喔 我們愛噴口罩喔 我告訴你表演 好 你等一下 你要說什麼 來 你趕快 你... 讓他玩這個 你要幹嘛... 因為我們腳本上面 是我們講噴口罩 他就要噴 所以他要 對...我覺得他 出現在才要比啊 因為台語的噴口罩 就很像脫褲子袍的感覺 其實是把口罩拿下來 而且有一次 我有一次在家洗碗 然後洗一洗一洗 因為我們家 因為我一個人在家的時候 我電視都會開很大聲 因為我比較會怕 然後... 怕什麼 因為我很怕安靜 我很怕安靜 所以... 真的 就不管有什麼聲音 至少有電視給它壓住 我聽不到 然後你知道嗎 我就洗一洗 洗到一半 電視講放晒 我說... 我說... 因為我在看新聞台 我說新聞台可以這樣講嗎 然後整個會放晒 一群小朋友在打棒球賽 對... 我也聽錯了耶 對 所以台語如果講錯的話 其實是很出球 其實台語沒那麼難啊 因為其實有時候台語啊 很難嗎 它就只是把國語的字反過來 對 你看像這個是什麼 台風 所以台語就是... 風開 風開 對 相反 哪一個字嗎 會這樣 就是寸 就是寸臭 寸臭 寸臭 對... 寸臭 然後客人就是人家 都是反過來的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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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 主主...來 接下來 命運 我們命 答對了 我命啦... 我命啦 那三女兒這個心軟 心軟是什麼 忍心 對 對 她有個很厲害 攻擊 疾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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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看他兩隻講 就想脫褲子好不好 沒有...如果聽不懂 可以那個表演下去 所以其實... 對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學台語 或學語言都有一些 小小的疾風 而且我覺得 講台語以後 更有人情味 對... 大家用台語 跟大家打個招呼 對 我介紹 自我介紹 第一位是阿虎... 大家喔 我是最恩兜的阿虎 來 我是地狗人 地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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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地狗嗎 老師 德國什麼講 我說 我說什麼 地狗 他說 我是地狗 地狗 所以要短音... 地狗人 地狗 地狗 短音 地狗人 對 地狗人 竹竿也是地狗 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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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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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美國的那三牛 好 我是最恩兜的阿虎 比亞的三牛 三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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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三牛 你是哪裡來的 我是美國人 你最愛吃什麼 我喜歡吃漢堡 漢堡 漢堡有台語嗎 漢堡其實是外來語 外來語 對 所以說漢堡 漢堡 漢堡 你如果在地狗是漢堡 漢堡 對 漢堡 那是地狗 其實大家都聽說漢堡 漢堡 對 漢堡 漢堡在地狗 漢堡在地狗 在地狗 你好 我是豬豬 我是韓國人 我是 韓國 韓國 謝謝 謝謝 很好 很好 什麼 Muses 你看 很好 louder 剛剛的人有一大段 我聽不懂 那波蘭的台語是 波蘭 沒有啦... 那沙烏地阿拉伯呢 其實以前我在廣播電台 我們的要求很嚴格 所以都要說 老師 不好意思 他們聽不懂 對 我要去... 謝謝 謝謝 以前我在廣播電台 當播音員的時候 很嚴格的要求 像沙烏地阿拉伯這種國家的名稱 或是俄羅斯什麼的 這個全部要唸出來 沙烏地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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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 我們都說韓國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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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接下來 對... 大家好 我叫馬克伯 我是西蘭蘭 但是我躲在台灣的沙灘 我躲在台灣的島嶼 躲在環林 就是那個園林市區 對... 這大概都... 對... 蒸化 蒸化... 蒸化就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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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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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耶 講不錯耶 這個可以喔 這OK喔 這個好強喔 好... 一位... 我壓力大了 對... 大家好 我是阮秋恒 我... 是... 這好難聽喔 我來... 我來台灣10年啊 10年啊 對 我愛吃台灣的... 等一下 炸雞排 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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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 我很會聽各種不是原來的 不是啊 妳很通靈耶 妳很會聽俠語 對 會聽俠語 可是炸雞排我也不會 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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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白 雞...雞白 雞...雞白 雞白...雞白 雞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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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雞白 雞白 雞白 雞...雞白 喔 妳移民了喔 羅西蘭人 羅西蘭 所以俄羅斯怎麼講 其實他講的也是對啦 羅西亞是齁 R U S S I A 英文 他直接翻羅西亞 如果台語 一般台灣人會說 國羅斯... 不就... 國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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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紗莎你在講 你跟老師學一下俄羅斯 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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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俄羅斯 他那個俄斯那個 俄羅斯 就是那個俄 俄羅斯 俄國 以前俄國俄國 喔 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們台語其實跟你們一樣一樣 對 沒控制不好 好 接下來少迪 你好 我瓦斯 你少的 瓦斯 木製裡的你 少年的少 你懷著的你 目前是單身 然後電話號碼是 你再問一點 然後我是阿東阿 你再問一個電話 就結束了 好原來 現在我可以打電話 因為我們應該就 怎麼講 其實很多... 很多台語我們都不會唸 你有沒有什麼不會唸的 其實我小時候 去上幼稚園的時候 我聽不懂同學講話 因為同學都講國語 因為我在家裡 都是聽台語講台語 真的 而且其實有很多字 我知道了 國中才知道 原來國語叫這個 以前那個小盞的燈 我都會說 可以幫我拍那個小趴的嗎 同學都說 小趴是什麼 就那個小趴的啊 就是 或是你可以幫我 所以你的 幫我 對 所以很多字 我都不會講國語 是長大 有 是唸書才說 原來那個是這樣說 是 因為我們這樣是講台語的 我奶奶也是講台語 可是我是跟她講國語 我們居然可以雙聲道 這樣子 這樣溝通30年 也是厲害的 這感覺就是 可是 北部人就會問我們南部人 你住哪裡 因為我們其實是高雄人 對 我高雄人 然後有一次就是 我們南部的朋友 都說我住室內 他也是把台中 誰住室外 不是 其實 起來 妳知道嗎 她是那種 大家不是住室內嗎 誰家沒屋頂啊 對 然後台北人 想說什麼 對啊 有沒有 沒有屋頂的 沒有 就是市區的意思 對 他把其實台語 變成中文 好 所以大家剛到台灣 什麼也有 因為聽不懂台語 發生什麼 好玩的事情 原來我很不要臉 那我是以前有搬到台中 我那時候知道 那個什麼 就台中人就是講台語 所以那時候已經有 開始上台語課 有在學 那時候也 也有在開始 到那個研究院去 學習這樣子 所以我的話覺得 就是我第一次在台灣 真真的有進去這個環境 然後那個一定要跟學生們 打成一片 這個對我很重要 但是那個台中人就是 但是那個台中人就是 一半國語一半台語 上課也是這樣子 是不是 但是有一個上課就 好 不怕 OK 就聽有多好 對 那就這樣上上上 但後來就慢慢的 跟他們搭成一片 他們說 因為我叫 這個 中文台語 這是我的名字 不好意思 中文我們也看不懂 底什麼 底 那個先羅 先羅就是先 這個是 但姓底就對了 是是是 所以我報到 然後那個報名 還有上課都是那個 就底先令這個名字 就對了 是是 所以我後來 慢慢就跟一些同學 開始有一些交往 有做朋友 就很開心 他們就開始交往 因為裡面有的 是交往還是... 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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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來往 交往是dating 是 我哪有沒有說 沒有 對... 有那個有點接觸就對了 那 我們那個班裡面有個姓陳 還有姓林 什麼 慢慢有一天 他們開始叫我 底哥 我就好開心 是是 因為我... 我終於有那個 達成一片說 真的我就是底哥就對了 我就回去跟我太太說 你看看 我那個...我就是... 就是那個 我就很有感覺 然後他們叫我底哥 自己人呢 然後我太太就 好好這樣子 但我發現 很多在班上的叫我底哥 他們都會笑得很開心 但我出個美國人 是覺得就是理所當然 就說 就要嚇著 就很開心 是是是 那後來有一個學生 就把我拉下來 是個好朋友 就說其實那個... 大家這樣... 叫我底哥 也是有別的意思 是是是 那好像也是一個... 類似的 就... 就... 對... 是是是 那種感覺 是是是 所以發生覺得 好 那也許是... 不太好 是是是 對... 豬哥也沒什麼不好 底哥 其實只形容說 他可能比較好色一點點 對 其實沒有不好 就是說你好色而已 沒有不好 那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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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就底哥了 對 你不要再試一下 脫褲子給人家靠 對 你都給男生 你還不舒服 拿起來啊 底哥 好 接下來 Sasha 原來我在台灣那麼紅 好 好 對啊 你很紅啊 因為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在路上常常會聽到很... 我覺得很奇怪 我會說 但是他們沒有在看我 我也不認識他們 覺得為什麼台灣... 台灣人會叫我的名字 害羞 害羞 就是叫完你之後 發現不要... 不要... 沒有 然後我大概兩個禮拜前 我跟家人一起去一個活動 那邊有很多台灣人 也有外國人 台灣人問我的名字 我說我是Sasha 但是他們嚇到 然後他們問你在說什麼 我說我的名字 他...你的名字叫什麼 我說 他們以為是Sasha 對啊 他們以為我在說 掌話 台語的掌話 對 他這個經驗其實我也有 就是你知道我們台語歌手 因為我們有分北中南 就是那個口音 海口Q 就是海港那什麼的 就是住在沿海一帶 那我們有一個台語的歌手 叫做陳隨意 隨意大哥 他住陸港 那陸港有陸港腔 他的腔調非常的重 那有一次他的朋友 就問他說 因為他在賣便當的 他就說 你平日有沒有在賣便當 有啊有啊 我平日我有在賣便當啊 啊 唱歌就要教你而已啦 這樣 不是 什麼意思 再講一次 就是他平常有在賣便當 不過他教你的時候 都是在唱歌 所以他就說 我唱歌都是去 咖哩而已 對... 唱歌在教你而已 他會說 再假日而已 六江Q 他是這樣 我們說的是 咖哩而已 他又說一個咖哩而已 咖哩而已 就很快 很快 對 就跟他那個英文名字是一樣 老師的那個重音真的滿重的 真的啊 所以以後如果我們開店 遇到奧客 他就說你們有休假嗎 你就說 咖哩而已 可以 可以啊 可以啊 我沒有講話 他會愛揍 然後他就會叫 他就會叫 什麼 什麼 我就是叫沙 沙 這是趣味啦 趣味 對... OK 每天 都... 靠腰想吃飯 我家附近有一個早餐店 然後我每次去吃早餐的時候 那個老闆都會 用台語跟我講話 雖然我第一次 我都聽不懂他在講什麼 是 他還是說 所以我一定要跟你講台語 然後就... 他就決定 他開始教我台語 第一句話就是這個靠腰 靠腰 然後你... 他有跟你說是什麼意思嗎 他說餓 肚子餓 對 我餓了 我要吃飯這樣 時間到了 然後我各天去另外一個餐廳 然後那個餐廳比較好 然後很多服務生存 就算比較高級一點 然後我就一道餐廳 要點餐廳 我就跟他說我靠腰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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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腰我要吃飯這樣 然後... 因為我餓了嘛 那服務生的反應是什麼 不是 他好像他聽... 聽得多... 他知道我的意思是什麼 我要講什麼 後來我發現那個靠腰還有另外一個意思 就是靠胚 所以... 不是... 可是... 你講了兩個... 對 這兩字完全不一樣的意思 對 你講了兩個了 我想說我覺得沒錯 這兩個字代表你很餓 可是有比較水準的作為 因為餓嘛 這樣可以說 靠腰就是非常餓的意思 這個有一點太強烈 你說這個 靠腰的意思不是真的肚子餓 不是嗎 你肚子餓 對... 不是嗎 對... 靠腰就是說你... 搖拔拔你自己...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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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其實有... 對啦 很多的抱怨的意思 對 那如果真的是肚子餓了 就是剛剛... 肚子餓 我們特別講的八豆腰 八豆腰 對 那我這邊有問題 就是... 我要問老師一下 就是... 所以你剛剛說 烤腰跟靠腰 兩個... 意思都一樣 但... 這樣好了 到底... 私底下我再跟你講 什麼是靠腰 什麼是靠腰 OK 那... 我覺得你要對我們的觀眾朋友 道個歉 因為他們聽的全部都是... 咪... 咪...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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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跟我們不用講話了 對... 突然人語言天分 國台語這樣分 我們以為就是 國語是標準的台語 就是不標準 就只有這樣子的差別 在電梯裡聊幾個台太們 然後我就聽到他們講台語 就覺得好像又聽懂了 我怎麼那麼厲害可以選回台語 真的 天才 他們說不是台語很難嗎 然後我就聽得懂嗎 我表演給你看他們說什麼 是不是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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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二樓還是素樓 那阿福咧 那阿福咧 你們有趣的是 還好 聽到自己的八卦 這個還好 對 這個還好 這個很精采耶 這個還好 我比較低調一點 但是... 我台語我真的聽不懂 我可能... 吃飯 吃婚 喝酒 就差不多這樣子嘛 那其他的我聽不懂 而且彰化你是不是也聽不太懂 長話有時候大概知道 如果是罵我我大概... 但因為剛剛我們在說靠腰 你聽不太懂 我聽不太懂 對啊 好啊... 好啊... 你的性子比較高一點 對... 所以我聽到自己的八卦 其實是國語 剛開始是國語 然後是在哪裡 我...我可以講台語 我有很多年前 我還比較年輕一點點 我那個時候 我在台北一家飯店 而且我現在要講台語的名字 對...台語 你講國語吧 兩個都是國語 戶法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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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哪一天 其實我們是在開會 有一個...他們地下室呢 有一個開會 就是很多老外 他們從國外來 然後是哪一種穿西裝的 然後我很少穿西裝 那哪一天我參加開會 我會穿西裝 然後坐在那邊 然後聽聽 大概聽一半 我就覺得好無聊 所以我想到 已經到了護畫飯店 可以去... 我不用護畫 但是我去剪花 所以我就偷偷地流出去 然後去找到 剛好看到那個 裡面就是剪頭髮的地方 然後我進去看 也沒什麼人 就是兩個女生坐在那邊 看雜誌嘛 就很無聊 然後我就進去 然後他們看到我 因為那邊飯店 常常有外國人 所以他就一看到我 然後他問我說 Cut here... Cut here... Cut... 然後我想... 好吧 那我們就來玩一下 我說Cut please... 那一個在剪頭髮 另外一個還是坐在那邊看... 看雜誌 然後他們就開始 然後我就想... 然後我就想... 我一直看... 看雜誌 我說... 我說... 我可能大概... 可能三十幾歲的時候 沒有 他應該吵過四十 你看他... 所以我... 我還是一直... 他臉都... 沒有 他一定... 十十多歲 看他皺紋一對 他一定... 很愛玩 喝酒 那是常常過夜啊 什麼... 熬夜的 然後我就說... 然後農到差不多了 他就問我 像... 他說...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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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兩個... 兩個人真的說... 傻眼 他說... 抱歉... 然後馬上... 我覺得到這邊 你如果現在停 我覺得還OK啊 沒關係 是 馬上... 對 所以那個時候就說... 這個真的是有點... 怎麼樣就是要講 那真的是... 然後... 就繼續講台語 然後台語說... 然後... 我在付錢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 對 雖然我一句都聽不懂 但是... 嚇不下他 那是shock第二次嘛 第二次 對 沒有 他們可能是想說 夭壽 這個聽得有啦 聽得有啦 還沒有啦 但是... 還對一個夭壽喔 我是... 被計程車司機長的 因為其實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是... 在計程車裡面學到台語的 那的時候因為... 你在裡面住幾天 學... 我... 我...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完全不知道台灣會有分國語跟台語 所以... 不知道台語的存在 然後呢 那個時候 對 然後呢就是那個時候 我在世大上課嘛 然後我就在林口所以比較遠 我老公每天早上送到我中校附信 在那邊我坐計程車去那個... 世大 那個時候有一位司機先生 常常遇得到 就是坐他的車就對了 然後那個司機先生人超級好 他每一次教我一句中文這樣子 又是教我台語這個東西 可是問題是那的時候 我完全不會講中文 他也不會講英文 反正呢他教什麼我就學 然後他就說我教你就是很棒的台語 這樣子 可是我都不知道 就是按照他追蹤就一直練習 有一次他教我說這個一定要學 然後呢我就是意思是什麼 他就...因為不知道他修明 可是我聽不懂 他說 然後我...好好好 然後那一天我就是婆婆叫我去 跟他的朋友們一起吃飯 那的時候我就是介紹嘛 然後呢就是你好... 你好我就知道你好 然後你好 我不知道你好跟你好是一樣的 你好然後這裡 這裡 這裡 然後呢那個婆婆的朋友們都打 好開心 然後我心裡想說 哇這個就是真的是nice的意思 大家都很喜歡 所以呢我一直在練習 然後吃一點空心菜的時候 吃一點 對 我一直在講 然後他們就是 就不想聽這樣子 然後有一個阿姨就是跟我說 哇 你整個恍然大悟 完全不知道這個是 我自己崇創我自己 對 所以那個還在記得很清楚 真的太尷尬了 對... 講久之會被討人厭 對... 第三次我就想呼他巴掌 真的嗎 好嗎 妳說漂亮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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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 國安人聽懂台語 對...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是也是剛來台灣沒多久 他那個時候對台語 一點概念都沒有 是 台語是什麼 我以為就是 對 我以為就是 國語就是標準的台語 就是不標準 就只有這樣子的差別 那我去上課 回來回家的時候 然後在電梯裡 遇到我幾個台台們 然後我就聽到他們講台語 我就說 哇 我挺了 然後就覺得 好像又聽懂了 我就說 哇 我好厲害 我就覺得說 真的 天才 他就說不是台語很難嗎 我就聽得懂 然後我就回到家 就跟老公說 你知道嗎 我今天發現好像 聽得懂台語 他說不可能 我說怎麼不可能 我就真的在電梯裡面 遇到幾個講台語 然後我知道他們在講什麼 然後我就覺得 好 我表演給你看 你看他們說什麼 是不是二樓 是不是二樓 我真的好在聽台語喔 是不是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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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非常得意 他說你看你是台語對不對 然後他就笑死了 他說你根本不是台語 這是國語 對 那根本就是國語 是不是二樓 他說二樓 他說二樓還是素樓 是不是二樓 好 他有人愛說牛跟腔 我跟妳說 我跟妳說 就是我來台灣是當英文老師 然後就是叫小朋友 所以就是比較簡單的英文 然後我會教我們就是 牛英文怎麼說 跟腔英文怎麼說 可是剛好跟兩個台語 罵髒話字有寫音 所以如果 所以我們英文的牛就是 然後牆就是 然後小朋友 他們一直罵這兩個字 在我後面 一直罵這兩個字 然後就是他們一邊罵一邊笑 然後我那時候 我不會中文 不會差語 然後我不知道 他們到底覺得 牛跟那個牆真的好笑 對 我是這個 不小心性騷擾台灣老闆 什麼 老闆應該很開心吧 加薪... 因為那時候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有去 就是一個小小的店打工 就是餐廳 然後有一次 就是客人點了滷蛋 然後我就跟那個切蛋的阿姨說 因為切滷味的地方 我說阿姨 那個客人要加一顆蛋 然後她就用台語跟我說 不行 然後我那時候也一直跟他們 學一點台語嘛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們就一直這樣子對話 然後老闆跟老闆娘 就一直在旁邊 臉很尷尬的樣子 因為一直聽到 然後我那時候也完全不知道 蛋字有兩個意思 就是人類的蛋跟幾個 人類的蛋 對 這個好害羞 阿姨我要這個蛋 不是 那個是老闆的蛋 對 然後他們一直在笑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對 所以這其實我覺得 就是在學習過程中 一定會發生這些事情 對 沒錯 那大家在台灣 你們用什麼方法 學台語 因為一定要學習 因為台灣很動不動 就多一個洞雜一點 很容易講到 我覺得台語我真的 不是一個末範生 我真的在台灣也是13年 然後會講的 就真的沒哪幾個 很有限 就是非常有限 我前面哪幾個 還練了好幾天了 就我完全不行 對 然後就覺得說 就算了台語我真的放棄 我們家台語 最好的就應該說 我大女兒千千 而且他們小一就會 對 然後宣普語 然後雖然她沒有辦法 學普恩來語 我們就幫她選擇台語 對 我們家沒有人會講的 對 然後就千千講的台語 就給大家看看 哇 來看看 親愛的老叔 爸爸 媽媽 阿公 阿嬤 大家 歡迎 真致忍 знаком 你們 大家來參加 他們 歡迎 他們 哀哱 哀哉 謝謝 攝哀哉 哀哉 我們家以為 真的很幸福 我的心 就是大家 我 大的老 二 四 小朋友 教你 來對策子 那 高 師 大家 朋友 她講的比她還好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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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家也是 我女兒Momo就是二年級 然後她每次會招傲的時候 我每次的台語會痛過 所以有一次我跟她說 那你就是教我嘛 就是教我一點台語好不好 她說 她講... 每次會就是欺負我就對了 但是我在台灣怎麼學台語呢 其實很多韓國的字 韓國的單詞 跟台語一樣 對啊 我就是給你們考試一下好不好 我講韓文你們猜猜看 台語是怎麼說 廁所 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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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像台語喔 對啊 再來 強菜 強菜 郵菜 郵菜 聖菜 郵菜 群菜 強菜 強菜 郵菜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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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的啊 警察 OK 這個 時間 時間 時間嗎 對 對 好 Taxing 今天呢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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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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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局... 派出所 這個滿清楚的 厲害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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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尾音也滿像的 比如說他們韓劇會演演 是真的 或者是 就是真的是 是真的 是真的 就是真的是 對 日文是 日文比如說 胡說 胡說 對 胡說 我們可能有一些是那個 其實是早期因為何洛宇嘛 中原古音 那時候曾經有一段時間 好像是叫 他們這個 所以語言就流傳到了 日本、韓國 所以有一些的音都保留了 柴語跟那個 真的 對... 對... 十三個 十四個耶 好像會這麼的難 對 然後因為我們的那三牛跟豬豬 也有拍了一個小短片 對不對 來看一下你說什麼呢 filtration 為了 計 我是真的 在排名著 記得嗎 那些 我怎麼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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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等著 我想不變水 變水 我現在講得哭 我知道 我知道 怎麼好像講 怎麼好像講得太遠了 對 怎麼會講太遠了 你們覺得他們是講 泰文 韓文 中文還是南 越南話也是這樣 你們聽得出來嗎 我覺得這像泰文 泰文 韓文 韓文 對 喬他好 泰文 目標是韓文 目標 什麼的韓文 什麼的韓文 我怎麼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 所以你們在那一段影片是講 台語 真的 很流利的台語 可是那時候人家說 可是芭蕾很遠喔 所以真的 聽起來會怪怪的 對...滿好玩的 那Sasha 怎麼學呢 我是 視鏡 視鏡 對 因為我們常常出視鏡的時候 客戶都會討論我們的臉跟身材 但是他們知道我們會說中文的時候 就換講台語 對 所以他們跟我們的經紀人會說台語 但是他們知道我們會說中文的時候 他們會說 這個是很... 太壽 太壽 對 這個是... 屁股大 對 但是他們... 他們不知道我們 你們聽得懂 因為常常會聽到 所以我們會... 問經紀人是什麼意思 那我再考你一個 不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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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漂亮 前面有個摩 摩 不漂亮 摩 摩 不漂亮 不漂亮 不好看 不美 但你們一定會的就是 漂亮 漂亮 打他成 跟... 散 散 散 台語挑戰賽 美式台語真簡單 用台語買到這些東西 至少連成兩條線 才算闖關成功 台語都很簡單 是嗎 所以就是你在後面就加個 就OK了 兩場先 那你後面加個 就OK了 一個 四十幾 四十幾 五金借母 這裡東西 對啊 對 新人 多少錢是怎麼多做 然後年紀 對... 我去了年紀 美國人是美國人嗎 是... 英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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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幾 二十幾 好的 好 四十幾 他跟Honey有去挑戰 是... 講台語買東西 所以那一段影片受到 滿大的迴響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 到底怎麼買東西呢 其實我跟你講 你台語都很簡單 是嗎 所以你在後面就加個 就OK了 就... 就... 延長先 就OK了 差不多了 對... 你後面加個 就OK了 沒問題 你不加了 所以一個 一個 四十幾 就OK了 就OK了 那你如果打算就在 我就不怕了 用台語買到這些東西 至少連成兩條線 才算闖關成功 這裡有很多牛的 哪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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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 韋韋 金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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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金豬 是 我愛你 你人家 你都不會玩 OK 就給你 喔 雞熊 對 沒問題 沒問題 四公 四公 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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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多少錢是怎麼做 免費 免費 謝謝 謝謝 美國人是美國人嗎 是 英國人 這太標準了吧 英國人 搞定那個 對 是你甜不辣 我想要發誓全部都有 沒關係 我們亂買 你需要嗎 這東西 這東西 很低 但是 不疼 這樣 沒有賣 好吧 那我們任務失敗 失敗 哇 真的太難了 他很厲害耶 滑鼠 還有什麼說老師 有人以前我們報紙 不好意思說故意啦 對 對 對 滑鼠一般來講 其實 那個外來的東西 貌似貌似 對 鳥姐啊 鳥姐啊 如果用電腦說 鳥姐拿什麼 鳥姐 那甜不辣的台語是什麼 甜不辣就是台語嗎 對 它是外來語啦 我記得 對 對 甜不辣 然後我也是因為 這次疫情的關係才知道 口罩的台語 口罩 水安 口罩都不知道 對 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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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台語真的很難 不管住台灣多久 就像是我們也是 可能會常常因為台語誤解 而鬧出一點笑話 很多笑話 是... 如果台語最難的地方是 也會變調 然後要那個什麼 就皮音不是嗎 還有那個就鼻音啊 還有正常音這些 都會不一樣 是... 因為我以前我是那個 有那個什麼 有教材 我會學 但問題是... 問題是你學的話 是跟那個... 就台灣人學英文 會有啞巴英文 那我們那個阿朵 就俄台語 也是一樣的 就學一學 會有 很多東西那個老師 不會告訴你 這個其實不好聽 像我們那個什麼 我們那個... 本來到蔡奇亞的話 我要查一下 那個攤位 你是不是要找某個攤位 那個什麼 這個是賣某種水果等等 那你查那個 我們教育部的詞典 就是這個 教育部 就這個 是... 所以說台語那個時候說 這個是唸 所以我阿朵的話 就會到那個蔡奇亞 去找 不好意思... 我要找一個 那像龍潭 像龍潭的話 龍潭隔壁 會給他就是復興鄉 所以原住民很多 也是好朋友 還有愛他們 是... 但是這個一講出來 真的被唸得很兇 羞辱... 是... 我覺得這兩個字 可以不用學 是... 所以很多東西 就這樣子慢慢的 就講了被罵 或者誤會就這樣 那原來就這樣 是... 因為這會有一點帶一點 種族歧視 對... 其實是法音不標準的關係 如果標準的話 歡啊 就是這一個 那他有其他說法嗎 那一般說 團團團團團 也可以 團團團團 好 台灣西瓜大變身 外國人 視為聖瓜 那個阿姨呢 都講台語 而且他是非常 充實的那種基督教 所以呢 他每一天早上很早起來 然後 然後唱歌 可是我每次會聽到 天啊 為什麼台灣的基督教 就是西瓜 可能有一個很特別的意思 後來過了一個月 之後才知道 那豬豬 其實我婆婆的一個朋友 是就在國外 然後每一次回來台灣的時候 就在我們家 大概一個月 一個半月這樣子 那個阿姨呢 他不太會講國語 都講台語 所以我不能溝通 而且他是非常 所以呢 他每一天早上很早起來 然後 然後唱歌 可是我每一次會聽到 歌詞就是耶好啊 什麼什麼西瓜 然後呢我耶好啊 因為跟韓文很像 有呼啊 就是所以我聽得懂 然後西瓜 天啊 為什麼台灣的基督教 就是西瓜 可能有一個很特別的意思 後來...過了一個月 對 之後才知道 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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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西瓜 對 西瓜 所以 吳文很大 西瓜很重重的一個 為什麼 西瓜才比較 西瓜 西... 其實那是膏啦 膏 兩膏比較好聽 老師不好意思 膏不故意 謝謝... 因為歌 歌的話其實它有兩個音 一個 西瓜 西瓜 我老師的聲音好好聽喔 真的 所以很有磁性 對 很有磁性 很有磁性 我剛剛在這邊聽老師解說的時候 在旁邊聽到打哈記的聲音 蛤... 我覺得 不用尊重一點啦 今天不是來做節目 今天要真是來上課 今天就是要你來休息的 好 少迪 我有一天 我跟一個月丹朋友 一起去那個新北 新北市那邊 然後那個地方叫魯州 魯州 對... 然後我們就是去那邊處理一件事情 然後我們就遇到一個老人家 然後因為我朋友 我的月丹朋友很會講台語 他們講很多 但是我都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 那他們在就是講話的過程當中 他們就...那個老人家就說一個字 他說 然後... 吳咕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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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我們朋友的阿拉伯名字 然後我們...我們兩個都以為 我們想到我們朋友 我以為他在講我們的朋友 但是我朋友也聽不懂 他的台語很好 但是那個字他們... 我們兩個都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所以我們就誤會了 那老人家也在講什麼 你們現在知道了嗎 我們不知道啊 就是... 吳咕巴... 就是有那個B 最後B什麼 吳咕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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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類似...這樣 吳咕巴 但我不猜 對 這就是我們這一集 給大家的一個課題 不是啦 大家呢 從今天晚上開始想 到底吳咕巴 都覺得呢 歡迎上 吳咕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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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托車嗎 吳咕巴 摩托車 應該是吳咕巴 我不知道 還是要交給我們的朋友 吳咕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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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同學準備下課了 謝謝大家分享台語科教室 下課囉 謝謝 咱們第二組會 下次見 拜拜 好累喔 辛苦啦 辛苦啦 快來幫我們安排 還有訂閱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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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拜託